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终极移民指南》可以考虑的七个国家,一书的播放权。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接购买此书。 现在给大家朗读。 作者,菲尔·罗森。 第三章,德国。 德国移民制度概述。 德国是世界各地移民的热门目的地,包括中国中等收入人士。 德国移民制度旨在吸引能够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技术工人、企业家和投资者。 以下是德国移民制度的概述。 技术移民法。 技术移民法于2020年3月生效,旨在吸引欧盟、EU以外的技术工人到德国。 该法案通过简化签证申请流程,使非欧盟公民更容易移民到德国。 欧盟兰卡。 欧盟兰卡是一项允许来自欧盟以外的高技能工人在德国工作和生活的计划。 要获得该计划的资格,您需要拥有大学学位或类似资格,以及薪水高于一定门槛的工作机会。 创业签证。 德国政府为希望在德国建立自己的企业家和初创企业提供创业签证计划。 该签证提供临时居留权,并允许初创企业在德国开展业务。 家庭团聚,德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庭成员有资格在德国与他们团聚。 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 人道主义签证,德国为难民和需要保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签证。 签证是根据具体情况授予的,并受到严格的资格标准的约束。 总体而言,德国移民制度旨在吸引能够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技术工人、企业家和投资者。 该系统非常灵活,提供了多种移民途径,对于希望移居新国家的中国中等收入人士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移民德国的好处。 对于寻求移民的中国中等收入人士来说,德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高标准的生活和优质的公共服务。 以下是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移民德国的一些好处。 强劲的经济,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工程、汽车和技术等多个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这位技术工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柏林、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等城市。 高生活水准,德国在生活品质方面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它拥有出色的公共服务,如医疗保健和教育,以及强大的社会安全网。 多元文化社会,德国是一个热情好客,多元化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传统。 中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等城市,始终等收入移民更容易融入德国社会。 安全可靠,德国是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家,犯罪率低,生活水准高。 这位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及其家人提供了安全感和安心感。 移民友好政策,德国政府实施了多项政策来吸引来自欧盟以外的技术工人,包括技术移民法和欧盟兰卡计划。 优质教育,德国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大学和学院,教育水准高,注重研究和创新。 这使得它成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或让孩子在德国上学的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总体而言,移民德国可以为中国中等收入移民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热情和多元化的社区以及良好的就业机会。 德国强大的经济,高品质的生活和包容的社会,使其成为那些希望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人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德国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热门城市。 柏林,柏林是世界各地移民的热门目的地,包括中国中等收入人士。 它拥有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出色的就业机会和高品质的生活。 这座城市以其充满活力的艺术和文化场景,以及蓬勃发展的科技和初创企业而闻名。 慕尼克,慕尼克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以其高标准的生活和生活质量而闻名。 它拥有强大的经济,专注于技术和创新,并为技术工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慕尼克还以其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而闻名。 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是全球金融中心,是欧洲中央银行和许多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所在地。 它拥有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出色的就业机会和高标准的生活。 法兰克福还以其艺术和文化场景以及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和科技产业而闻名。 汉堡,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以其繁荣的港口和海运业而闻名。 它拥有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出色的就业机会和高品质的生活。 汉堡也是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所在地。 斯图加特,斯图加特是巴登·福腾堡州的首府,以其高科技产业而闻名,包括梅塞德斯·宾士和宝石杰等公司的总部。 它拥有高标准的生活,优质的公共服务,并为技术工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总体而言,这些城市为中国中等收入移民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高品质的生活以及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行业,因此研究和确定哪一个最适合您的需求和兴趣非常重要。 德国的生活费用和平均工资 德国的生活成本可能因城市或地区而异。 以下是一些一般成本和平均工资,让您了解预期情况。 住房、柏林、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等主要城市的住房成本可能很高。 在这些城市,两居市公寓的平均费用从每月1000欧元到2000欧元不等。 然而,汉堡和斯图加特等其他城市的住房成本较低。 食品,德国的食品价格通常负担得起,从超市到餐馆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平均而言,在便宜的餐厅用餐的费用为10至15欧元,而在中档餐厅用餐的费用为30至50欧元。 交通,公共交通在主要城市随处可见,单程票价从2至3欧元不等。 由于保险和维护成本,拥有汽车可能很昂贵。 平均工资,德国的平均工资因行业和地点而异。 在柏林,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等主要城市,技术工人的平均年薪从4万欧元到6万欧元不等。 科技和金融业通常提供较高的薪水,而酒店和零售行业的薪水较低。 税收,德国的税收制度是累进的,这意味着您赚得越多,您缴纳的税款就越多。 税率从14%到42%不等,具体取决于您的收入水准。 总体而言,德国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可能很高,但也有许多薪水具有竞争力的工作机会。 重要的是要研究您正在考虑的特定城市或地区的生活成本,并考虑住房、交通和其他费用的成本。 德国的医疗保健系统 德国拥有全民医疗保健系统,为所有德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该系统的资金来自政府缴款以及个人和雇主的缴款。 以下是德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一些主要特点。 全民覆盖,所有德国公民和永久居民都有资格获得医疗保险,无论其收入或病史如何。 初级保健 德国的大多数医疗服务由初级保健医生提供,他们是通往其他医疗服务的门户。 患者可以选择自己的初级保健医生。 医院护理,所有有医疗保险的个人都免费提供医院护理,尽管患者可能需要支付某些服务的费用,例如私人房间或电视。 处方药,处方药由政府补贴。 所有有医疗保险的个人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 德国的教育体系 德国拥有强大的教育体系,重点是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并为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 教育系统由公共资助,所有儿童都必须上学到16岁。 以下是德国教育体系的一些主要特点。 免费教育 公立学校从幼稚园到12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免费接受教育。 高等教育,如学院或大学,不是免费的,而是由政府补贴的。 优质教育 德国在提供优质教育方面享有盛誉,许多大学和学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双原质教育体系 德国拥有独特的双原质教育体系,将课堂学习与在职培训相结合。 该系统旨在为学生的工作力做好准备, 在工程和制造领域尤其强大。 双语教育 德国人口多元化 许多学校提供德语以外的语言教学。 总体而言 德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为该国所有居民提供高品质和可及的服务。 这使得德国成为寻求高生活水准和优质公共服务的中国中等收入移民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如何申请德国永久居留权? 确定您的资格 要获得德国永久居留权, 中国中等收入移民必须满足某些要求, 例如语言能力、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健康和安全许可。 选择计划 在德国获得永久居留权有几种途径, 包括一般就业计划、 欧盟兰卡计划和家庭团聚计划。 确定您有资格参加哪个计划以及哪个计划最适合您的需求。 提交申请, 如果您有资格参加一般就业计划, 则需要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馆提交申请。 您的申请将包括有关您的技能、工作经验和语言能力的资讯。 获得批准, 一般就业计划使用基于积分的系统对候选人进行排名。 然后, 得分最高的候选人被批准申请永久居留权。 申请永久居留权, 如果您获得批准, 您可以在六个月内申请永久居留权。 这涉及提交各种道, 例如教育和工作经验证明、 远景证明和体检。 等待决定, 提交申请后, 您需要等待决定。 这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并且,可能需要额外的资讯或采访。 收到永久居留确认书, 如果您的申请获得批准, 您将收到永久居留确认书, 该确认书允许您在德国永久生活和工作。 如果您通过欧盟兰卡计划或家庭团聚计划申请永久居留权, 流程可能会略有不同。 您需要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申请, 并满足他们的特定资格要求。 总体而言, 在德国申请永久居留权, 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进行研究, 并确保您符合您感兴趣的计划的资格标准非常重要。 您可能还需要考虑聘请移民律师或顾问来说明您完成申请流程。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 关ку ik b Finance 编译 monitoring 这是 数个 Indeed, 炼